第一場我們恭喜一希友跟TKT 是由我們的TKT獲得勝利 有點爆冷門 上一場燈兜城照理講 一希友已經處理很好了 在工程塔 安排了三個長攻三個火衝 去做這樣的拉扯 跟那個 處理 其實我真的已經用得還不錯 但後續真的是 我覺得是鬆懈 不然不太可能會變成那個樣子 有點奇怪 第二場我們一樣繼續看 這次亂世賽季 我們飛鳥家族 小主播為大家帶的最後一場比賽 真的應該是最後一場 就看這場有沒有贏 有贏的話可能還有一場 不然就是最後一場 這場比賽我們可以看到 地圖是我們的黑輪霞灣 那黑輪霞灣有一個 黑輪霞灣有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 照理講 就是工方會贏 通常都是工方會贏 因為工方有兩門器械優勢 兩門器械優勢 所以真的是大大的增加工方贏的勝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切有的武器 那個佈置 比較特別是兩個長空兩個火衝 有點危險 光是看這樣我就覺得有點危險 就是遠程太多了 以現在的地推流而言 你遠程 你有四個遠程 尤其是長空兩個 我當然知道 可能黑輪霞灣以後兩對長空 原因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要去反人家的器械 這可以理解 可是一個就好了 不是反人家 反人家小炮 這能理解 可是是不是有修到兩個嗎 因為黑輪霞灣的長空 其實他的功能性很少 非常的少 因為他能達到的點位 長空能發揮的地的 因為他沒有城牆 所以他能發揮的 他能發揮的那個就有限 非常的有限 所以真的有需要安排到兩位嗎 嗯 不知道 就看這場一切有怎麼做發揮 然後一個更重要的 還有安排一隊 安排一個太刀 太刀 在稍早有提到 其實一直都沒看到他太突出的表現 希望可以在這場 關鍵的戰役裡面 能打出自己的價值 再來是兩個關刀 這也很奇怪 有點太多 實不相瞞 鋼本老師 剛入坑這遊戲的時候 就是太刀起手 那鑽金連數也來到三萬六 就是滿了啦 鑽金連數滿了 那所以太刀對我定位來講 他其實有兩個 一個就是暈人 用Q 用那個 用暈人之後再用天風低落 去斬將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上buff 那一樣就是Q 暈人 然後再加上buff 大概就這兩個工人 那太刀他一直以來 在這個遊戲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被遺忘的職業 因為他 他的破陣 天風低落很好斷 然後他的Q的奇暈效果 相對相較其他職業 他的判定的範圍很短 非常短 其實他的關刀要暈到人很難暈 其實不太好暈 真的不太好暈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傷害也沒有很突出 所以就是 他唯一的value 唯一的價值就是 他是所有 所有戰役裡面唯一一個可以幫 冰團上攻擊buff的職業 這是他唯一的value 所以 但是你這樣的value 這樣的職業有需要到兩個嗎 是不是一個就好了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所以以這樣的配置來講 我會覺得 如果以比例上而言 就覺得這個有點多 這個也有點多 這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OK 這個問號 他的存在感 他的必要性強不強 OK 那我們反觀TKT這邊 可以看到就是五對刀盾 這沒什麼問題 兩個戰矛 然後兩個火衝 OK 一個短攻也沒有問題 然後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 但是他居然是安排雙刀去保他的小炮 好啦 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有龍有道斬將上是很OK 然後三個四個長槍 對阿 你看人家就是覺得說 呃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一個Manta 啊 這邊是一個 很有想法的打法 OK 所以 我就說有創意有想法 但是這個創意跟想法之下 兩個 知道耶 就覺得有點危險喔 因為就以ECL上一場表現 我目前對他的架陣跟對他的 呃 冰團的那個 控制的 的那個 等級啊 我覺得水準上沒有到 沒有沒有TKT那麼強 那你沒有TKT那麼強的情況底下 你沒有去用Manta來去補足這個差距 反而是逆著Manta走 啊 對方是順著Manta走 那那個差距反而會越大越大 相對危險喔 所以這場 那些 我覺得 配置在 配置在 配置上來講 是修快無以下 那兵種的話 就主流兵種啦 那 騎兵都是雙刀騎 四對喔 這就是四對雙刀騎 OK 跟一對血緣 那這邊的話 TKT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是 一般的地推流 但是 在地推流底下 安排了幾對騎兵呢 可以看一下啊 1 2 3 4 5 6 6對騎兵 OK 那 可以理解啦 首方騎兵多是可以理解 然後再來是 飛斧兵也很多 那但是飛斧兵 很多的情況底下 嗯 不知道耶 因為就以 我真的覺得 有可能真的是飛斧兵很吃軍魂吧 就覺得在 沒有 在CBL 因為沒有軍魂的 飛斧兵 有點爛爛的 哈哈哈哈 真的是 雖然他沒有BANNERV 這個這個版本實際 還沒BANNERV 但還是有點爛爛的 就覺得 在這個比賽上 欸 這已經算是 呃 就是 季軍喔 在比 在選是前三名的情況下 還要安排那麼多飛斧兵 不知道 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比賽 好 來到比賽現場 ECL開局 就直接往 門口去做 靠近喔 然後把 該架的陣油架好了 那目前來講 TKT 也有按照 一般我們對於黑輪消耗的認知 有開始把兵架在小花園這邊 那希望就是把人卡住之後 一波做一波夾擊 希望可以成功 那這邊ECL的話 反而沒有很快速 用最快的方法去把小門打破 反而是用兵去慢慢的推工程車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那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是 他們居然把炮兵安排在這邊 然後去轟人家V點的缺口 欸 那真的是 好啦 很有壓力啊 因為就是光是把這個缺口打掉 其實就會讓工方的資訊 就會又多一個 就會讓對方的指揮官 呃 資訊爆炸 所以現在把這打掉 就是一個資訊戰的環節 OK那這邊的話 TKD也不弱人厚 就是 雖然說我是守方 但我他媽的 我器械一開始給你架起來 然後開始往你的補給點轟 啊 很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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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ECL陸陸續續 好像要從A點的缺口 來進行一波集結 然後要去做一波進攻 那這邊要很小心 因為其實你在做這個 這個缺口 要做打 要打贏的一個大前提 其實是 你這邊要有人 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邊才可以Cover你的大部隊進來 不然你的話又會很容易被夾擊 然後那這邊也應該有意識到說 呃 城牆的就是 高地上沒有自己人 所以這樣進去是相對危險 喔 反而是一個掉虎離山啦 把人掉了之後 掉了之後 馬上一個急轉彎 一個右蠻舵 切近小炮員 但是又很危險 然後這邊的話 TKD就照我們最常講的那個劇本 就是把人家卡住之後 一波往這邊灌 那這個就是最基本的黑文小彎的防守方法 那這邊守得很好 那這邊雙刀起跟末刀隊 還有鐵漢都陸續進場 然後也把ECL的人陸陸續續的趕出去 但是沒想到 不是ECL這邊斬了一個將 那TKD也斬了一個將 下面是1換1 那這邊V點 然後進度已經來到5% 但是感覺以人頭數來講 ECL應該是沒什麼機會取下這個V點 那這邊的話 我們再把重點回到A點的地方 那A點TKD 就徐徐徐在無形收割 可是在收割的效率上並沒有 呃 太快喔 這邊有太快喔 我以為會很快才對阿 因為不是應該收割完了嗎 那現在開始又開始在大逃殺 那這個大逃殺的成本上有點花的有點多了 是不是 安排幾個人去收就好了 那要趕快回來一點架陣 OK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那斬將上的效率很OK 一下子就把兩個人收走 那人頭數來到3顆 那這邊進攻方的器械還有 呃 天火還有12發 那這邊進 但是優勢而言 雖然兩邊的兵差差不多 但是攻方還是有相對有優勢的 因為攻方剛剛器械並沒有加半顆 所以攻方其實還有後續的攻擊 但是攻方 嗯 沒意壞啦 應該死了7隊高性兵重油 應該死了7隊 那這邊是相對傷 那這邊 那這個7隊的 7隊的損失就靠器械來彌補了 好那這邊的話 伊西友這邊是怎樣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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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合法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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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卡這邊是 OK 那就不與自平啦 比賽只要贏 這是不擇手段的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可是小炮好像沒有注意到天火的來襲 應該是吃了不少的天火啊 這小炮應該死了一半以上油 那這邊沒意外的話 啊這個平推推的有點差啊 這推的不是很好 因為 要怎麼看好不好 就是你推上去後面有沒有兵補上喔 如果你推上去後面沒有兵補上 那推的都不好 為什麼因為那個就是白給 OK 那這樣少一隊平推 哇那這樣子死的TKD在防守上 可能 又少了一點點的勝率啊 OK那這邊的話 我們冰損來到了200 哇 現在我們ECL勝利的號角翔棋 有九顆天火 又是還在 那七蟹我覺得還很多 那兵差來到贏了200 喔贏200兵差很多欸 又是在黑輪峽灣 OK那這邊的話 ECL這TKD會怎麼去做處理呢 哇那這邊反而是 在三場登桌城可以看到 是TKD在駕鎮能力跟 控兵能力上是比較優秀 但在這場反而是ECL 這邊在處理的 這邊在處理是比較好的喔 所以可能感覺是 可能是有感受到那個壓力 就是這場再不認正場就不行了喔 所以 還是說第一場是放水 不知道 反正就是 剛剛就有一點來講 A點的表現跟 就感覺ECL在兩場是不同的隊伍 真的是不同的隊伍 好那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TKD很意外了 居然是全部往宅口靠近 然後一波往下灌喔 這滿特別的喔 這一般防守方不會這樣打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全部天火的範圍 OK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波莫到隊應該飛時擊傷 那這邊的話 打得好就是上天堂 打不好就下地獄了啦 那這邊看到到底是天堂是地獄呢 可以看到這個 可以看到TKD 繼續往前灌 可是感覺並沒有灌得很成功 這隊伯蘭翼往前進攻 感覺好像有衝到點東西 但是又好像沒有衝到東西 但是目前來講紅色的東西多一點 好像ECL有無形的被收割 目前人頭數我們的 啊 反正是TKT 等一下復盤再來看 因為剛剛感覺是TKT已經在貫穿對方了 但是卻沒有 現在人頭數反而是ECL攻方引了4顆人頭 那這樣TKT這樣就危險了 好 就我們講了 衝得好上天堂 衝不好下地獄 現在就是 風向是往 ECL那邊吹的啊 那這樣子的話 呃 毫無懸念的來到了西點的大門前 西點的高地前面 那這個 雙刀騎是不是能救場也不行 啊 那個還不是 啊 我看錯了 我以為那個是TKT的雙刀騎 那個還是ECL雙刀騎 哇 那這樣子誰都無法進來了吧 那這邊的話幾乎就可以說是 網球王子我們常講的守總區了 這邊啊 啊 守總區就誰進來啊 雖然不是這樣講啦 守總區是守總區是說 球誰誰 哪顆球進來我就已經 我就已經打了回去啊 但是就是一個就是 喔 誰進來誰就得死的感覺啊 就是一個守總區啊 好 那這邊 ECL也很聰明喔 就是 並不急著先把西點踩下 而是到說最重要先把這西補拿下來喔 喔 那真的就是 啊 等級上是有看出來就是真的是比較打到現在的隊伍啦 不會是前四強的隊伍 好 那而且人看出這邊 呃 那波壓力有扛住 所以也讓我感真正的真真真正的感覺到 ECL 這兩場啊 真的不像是同個隊伍啊 完全不像 好 那我們陸陸續看到 呃 進度 我們要開始往下一個階段發展 就是西補拿下來的 西點拿下來的 時間剩五分鐘 那沒意外的話 會安排一個人員會去採V點 喔 有一個Ruby去採了 那這邊的話就看ECL要如何去往這個本陣進攻 那到現在你說 TKT有沒有機會 呃 反敗為勝 我已經尷尬 嗯 可能要野豬騎士啦 喔 才有辦法救 喔 或是大象兵 那 或是 金 或是精銳為金戰士 喔 那 或是精銳 精銳的草原騎兵 喔 或是精銳的 蒙古馬騎 喔 才有可能去 救這些場啊 不然我是覺得 可能是沒辦法了啦 這個冰損拿到500 然後你工方又有器械優勢 那 TKT就是只能打出自己的一波氣勢 用氣勢來告訴別人說 林北雖然 上面數字難看 但是我的氣勢跟我的精神很好看 這樣 一波跟你壓出去 哇 但是當然是 啊 就是 就是被ECL逼到要得提早下班的啦 啊 ECL就說 啊 大家下班大家下班 這樣喔 那邊 TKT 啊 好幾個瘋狂粉絲還是繼續往前擠啊 啊 而且 TKT 哇 這波精神是打得漂亮啊 我覺得其實 比賽就是這樣 就是 有贏有輸 但是這樣的氣勢跟這樣的精神還是得打出來 沒錯 這邊要給 TKT一個讚喔 好 這邊沒意外的話 那個 那個結果而言啦 就 不會有太意外了 就是恭喜我們的 呃 ECL 取得我們這場的勝利 哦 沒想到還有第三場可以播 哦 太好了 那蠻意外的 真的是蠻意外 就是 ECL在這場的表現上 欸 真的就突出很多 啊 比賽場登蹤城 差 差多了 真的差多了 OK OK 那這邊剛剛 TKT 其實還有一波雙刀騎的進場 想要做收割 但是真的是有點難啊 你說一雙刀騎要人全部收掉 真的是 那就代表這個兵完全做壞啦 對不對 OK 那現在是 但是也 哇 好感動喔 我沒想到 TKT還在撐耶 哇 真的是 哇 還在拼還在拼 這是 厲害厲害 可以可以可以 對 繼續繼續 嗯 雖然我知道 我們飛鳥的人員有曾經被 TKT的人噴過啊 但 就以比賽而言 就是 這場 TKT給人的感覺是蠻感動的 就是後面的那個防守 好 那我們這場就恭喜 ECL獲得勝利 那比數來到1比1 那我覺得最值得討論的會戰是這波啦 就是 TKT那一波往下的那一波 當然 其實這邊 TKT真的已經處理得很好 就是我們先從最開始前面開始講 TKT其實第一開始打的這波已經處理得很好 就是 小花園去擠他 然後 做一波夾擠 然後把 ECL做一波收割 這其實到這邊的時候其實 風向我覺得整個優勢來講是TKT是掌握住的 那冰損是很OK很健康的 但是一直到這一波而言 那就是這一波 這波就 一卸就可以看出他的架陣能力 就是我可以看 就很明顯看出是兩場不同隊伍啦 就是 差很多 那你說這個東西就不與之平了啦 這個 這個 這個叫這個刀盾這樣卡就 OK 好那這邊的話 當然我不知道這是 我不是是Bug啦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說這個 這個 多少有吧 有那個顯影在吧 好來了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 導播當導播Q回來的時候 已經長這樣了 已經長這樣了 好OK 但是這邊我可以這邊也有 在前 在上一場比賽也有提到 就黑文小環今天打到A點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的一個點 就是 戰線就在這邊就好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這邊 ECL就是熟得很好 就是把戰線拉到這邊 不要再過去 正在過去就是白給哦 真的是幸好那對莫道隊沒在過去 就是在這邊卡好 所以導致說人家進中 其實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哦 那就只能進 那進也是白給這樣 OK 那這樣A點就是要順利拿下來 那拿下來之後 我們來就來認真來討論這一波 那這波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還是人頭數是15比15哦 然後兩邊都架陣好的哦 那這邊TKD下來嘛 那這邊其實 我一直就覺得 一直打到這邊的時候 好像是TKD要贏 尤其是 這對波蘭一看 這對雙刀齊 那這雙刀也空得不好啦 這是第一個 Mistake哦 這是第一個 OK那 可是一直到這邊 你看這波波蘭一衝下來了 來了來了 衝下來 那這波冠進來 其實我覺得他冠得蠻好的 哦 這波波蘭一是有冠出東西的 但是後續到這邊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就突然之間TKD死了好幾個降 一個降死了 TKD瞬間死了三個降 那 五降數就變成14比11這樣子 然後 再來是 所以 哦 蠻明顯的啊 這個 這個問題就很明顯 就是說 那個 劍哦 劍的方向 原本他是一把 橫衝直撞的槍 結果變成 撞就是衝到一半 可能遇到什麼吧 他變成一個岔路 原本就是怪怪的這樣子 原本就這樣 怪怪的橫衝直撞就好了 但是他卻沒有 反正要讓一個部隊 拉到這邊來 所以變成你的 他們的那個 進攻的能量 以及攻擊的能量 被分散掉了 那被分散掉的時候 尤其是以騎兵為主 你看這不玩意有幾對往這邊走 當然有幾個衝過來 但是又有幾對往這邊走 這整個被分散掉 那被分散掉的情況底下 人家的正價好好用些末刀 那就是變成人家是用100%的力量去擋你 可能80%或70%的能量 那就被順利打下來 然後之後又可以再成的優勢 順利一波做反打這樣 OK那個蠻明顯的 蠻贊賞TKT的這樣的進攻 這樣的進攻 覺得是漂亮的優秀的 但是就是在 細節的處理上 以及兵團跟 武將的控制上就沒有處理的很好 那就導致這樣的結果 有點可惜 那 再就是後續這個TKT的這個 幾波這個防守 這個冰損輸了快500 輸了快一倍啊 但是還是陸陸續續衝 我們可以看哦 將進攻 時間是6分半 6分半左右 6分半左右 然後一直給你撐撐撐撐到多久 哦 撐撐撐撐撐撐 6分半 哦 撐得快1分半啊 撐得快1分半 滿滿厲害的啦 還可以撐得1分半 厲害厲害 撐得1分半 好 那這場我們就恭喜一謝了哦 真的是打出一個很漂亮的進攻位置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播第三場